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孩子们小时候啊 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全家就来这里看灯展 那个时候啊 世询喜欢糖炒栗子 是真的 就喜欢冰淇淋 两个孩子跟我闹啊 要是不满足他们 那坚决不走啊 小孩子们就是贪嘴 说得我现在都嘴馋了 哥 我想买点糖炒栗子回来吃 去吧 嗯 都给你 勇哥真好 脑屁精 快去吧 那你陪他们啊 好 你整个年假都窝在家里 酒精这种东西 移情可以 但你不能陷进去 你若想它 就去见见它 你好 买一袋栗子 见得到又如何 见不到又能如何 你这个人啊 就是嘴上叔叔 没事的时候也找我玩玩 新都会不是挺开心的吗 哎 入手 烟嘴上 去我的医生 我真的不敢 给你 有人案子 是这儿啊 水晨 新年好 你最近还好吗 你爹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最近挺好的 我爹把大烟也接了 情深头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姨母也在 这个年 过得还酸润吗 你之后 还会被拼吗 不回去了 是还有我要做的事情 那通电话 我早应该听出来的 听出来又如何 结果不都是一样吗 那个签条 他收到了吗 收到了 所以 不认吗 不认也没关系 这笔照 老天爷都记着 该还回来的时候 总是又还回来 他不认 我认 我向你 替我爹的罪行道歉 负债自偿 理所引导 除我是没得选了 我不怪你 但是 但是 我们没法在一起 所以还是分开吧 芝芝 我会让我爹人罪的 下个月十一号 是芳华和云池的婚礼 他们打算 婚后去国外生活 我还打算 送芳林一起去念书 然后会召开记者会 我会让我爹 承认他犯下的所有事 我已经厌倦这一切了 之前我还觉得 荣家的生意再不光彩 那也是父辈 辛苦打拼下来的 我作为继承人 应该继承家业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荣家 你不认识 秦家 秦家的每一块砖头 都浸透着荣家人的纤细 我竟然 就是吸着这样的血长大的 我现在都不敢回那个家 我觉得我一回去 就会闻到一股血行为 我总是怀疑 那墙里 还藏了什么人的尸体 家伤 你不用同情我 每次我回到家 看到我爹抽着大烟 瘫在床上 他就像一个鬼 我害怕将来的某一天 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对了 你送我的六分衣 我一直放在办公桌上 每次我看到他 就想起你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现在想起来 那是多么美好的祝福 可是我总是让你失望 时辰 照顾好自己 希望有一天 我能干干净净地站在你面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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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